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飞行掃手运来 就可以回去王国了 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到王国了 卡夫果然厉害 恩佐大人的宠物还没找到 回去怎么交差 为什么走不走不走啊 怎么会这样 这石头有问题 使舅 挖开来看一下 八月三十二号 八月没有三十二号啊 可能是恩佐写错字了吧 我们还在日记里面 没了 这就没了 恩佐这家伙真会掉人胃口 最讨厌做事半途而废的人了 怎么了 陛下 你的日记好像只写了一页 这段日记肯定大有玄机 我们先研究研究 欢迎来到我的日记世界 最后这段日记 只有进来的人才知道 谁 是恩佐大人 恩佐 让恩佐大人问及我 你们就说没有见过我 以前我和你们一样 将要成为洛克王国 最伟大的模仿师 但是后来 我了解到这个世界 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般美好 看起来正义的领主 根本没有判断好坏的能力 看起来是一个绅士的莫扎特 却是一个伪君子 外表美丽动人的弹多拉 内心却丑恶 而庄主的永生 根本就只是一个谎言 恩佐说的没错 领主他们确实是这样 看来恩佐的分析能力挺好的 我已经领悟到永生真正的要领 只要你们肯背弃王国和魔法学院 投奔到我的麾下 我们绝对不会妥协的 没收音了 恩佐大人走了没有 陆克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这里只有一条路 我们就顺着这条路走走看吧 你们看 龙守望的园台上是有两尊龙的雕像的 但是这里没有 很明显这里不是真的龙守望 这里是恩佐的日记世界 想到了 我看到侦探罗宾都是这样做的 把书放到强光底下一照 文字就会出来了 难道要中我的太阳才有效 陛下 会不会是用了魔法药水呢 恩 这个吧 我早就想到了 哦 我早就想到了 我嫌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